这是在中国香港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件 警方在一个垃圾袋中 发现一堆被油炸过的女性人体碎尸 而直到现在警方都没有将尸块找权 由于案件过于离奇 被列为中国十大棋案之一 而这部以这起烧腊垫炸尸案翻牌的电影人肉天赋多 更是完全还原案件全过程 胆大胆小的都千万别错过 这天烧腊垫的伙计小胖 端着刚出炉的腊肉走了出来 还对顾客介绍他的没位 而顾客却反问老板娘去哪了 此时老罗听到后 拎着刀就要赶走顾客 这天小胖偷看了桌上的信物 老罗看到我当场翻领 还想拿到看似小胖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女人送来一封信 这封信竟然是他老婆阿娟写的 老罗随即发现了一致 带着老丈人一起去警局报案 老罗告诉警察 虽然信的落款是阿娟的名字 但自己却不是他呢 警察询问是否有成人事 老罗毫不犹豫 直接说没有 可老丈人却说有 这一下引起了警察的注目 两个人绝对犹豫人说假话 后来警察来到老罗的上半点调查 伙计小胖说阿娟人很好 可老罗却很差劲 平日适度成性 在外边还养了个小老婆 而且专门在附近给他开了家分店 就在这时 小胖提供了一条十分关键的线索 有一次阿娟路过分店 刚好碰见老罗的小老婆阿兰 后来两人发生矛盾 阿兰还扬扬迟早要杀死阿娟 警察听到这一消息后 立马跑到分店去找阿兰 可店门警闭 眼看线索中了 邻居提供了阿兰的住址 等警察赶到时 不管怎么敲门都没有反应 恰巧有人落过 说阿兰在别的地方还有住所 可警察在此难道后 却当场吓一跳 只见阿兰的连毁容是烧伤 看起来十分吓人 警察随即将他带回警局 并询问他是否认识阿娟 阿兰回答得非常直接 还说跟阿娟关系特别好 可警察问到阿娟的踪迹时 阿兰却装起了牙巴 什么话也不说 这让警察更加怀疑起来 随后带着他回到家寻找证据 警察进门之后却大为震惊 屋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而且厕所还有燃烧的迹象 警察还在破碎的地板上 发现了血迹 当警察拿着证据 再次跟阿兰对峙时 阿兰却抹不作声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又找来了老罗 这次老罗特别老实 把自己的感情经历 一无一时地交代了出来 还说阿兰对他很好 经常给他零花钱 可他还是喜欢阿娟的温柔 即使在外欠多少钱 阿娟都不会过多责怪他 老罗还向警察发誓 如果自己杀人或者做别的 那么自己就不得好死 警察见老罗发这么多的事 只好相信他说的话 1993年在中国香港 发生一起极其残忍的 少来点诈尸案 消息已经公布 就轰动了全国各地 这不以他为原型翻牌的电影 更是完美还原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警方见老罗敢发如此狠毒的事 无奈只好选择相信 可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又找到了 老罗与阿兰所生的女儿小美 通过审讯得知 小美在八岁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阿娟 当时阿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 可是后来 阿娟发现小美 是老罗的私生女后 还专门去找过阿兰的麻烦 当警方训问小美 阿兰有没有杀人时 小美竟然跟他妈妈一样 也选择我不作声 因为当时香港的法律规定 若是在48小时内没有破案 就必须无条件放案 为了能尽快破案 警方对阿兰言行讨问 可不管警方怎么做 阿兰就是不说 随后警方又想出一招 他们将阿兰带回住所 然后点上枪 警方还让阿兰跟他接待 可他不管怎样就是不败 而且表情毫无波澜 见阿兰没有丝毫回改之意 警方打算从小美身上寻找突破口 即使警方软硬见识 也不见有什么效果 于是警方剑走偏锋 安排母女二人见面 可以见面 二人都有些许的崩溃 这让二人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 随后又开始单独审问 这时小美表示 只要妈妈照顾 自己也会照顾 此话一出 直接证实了阿兰 确实杀了人 随后警方又对阿兰说 你的女儿已经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可阿兰根本不相信这话 你就选择当哑吧 之后又对小美说 你妈妈已经照顾了 现在只差你说实话了 年轻的小美信以为真 并告诉警方 那一天在垃圾袋中 发现了人的手合脚 通过这一线索 警方开始大力搜寻 最终在一处荒野中 找到了小美所说的尸款 可即使找到了尸款 阿兰一又不愿说谎 警方又告诉他 如果继续选择这样 不仅会受到严厉惩罚 连小美也会受到牵连 阿兰为了女儿不受牵连 最终将一切招捧出来 这不通过当年发生在中国香港的烧拉电炸事案 而翻拍的电影人肉天赋裸 将案件全过程真实还原 残忍程度超乎无数人想象 为了不牵连女儿 阿兰将事情圆维全盘托出 原来阿兰和老罗是在赌场人士的 两人一见过 为了能长相思手 老罗将他安排到 自己的烧拉电工作 而且还把自己的祖传秘方交给了他 为了不被阿权发现 老罗还转眼开了分店 还会时不时地去找阿兰 可后来 阿权听街坊的说 他们两人有奸情事 一马跑去分店 刚好抓了个正招 两个女人当场大吵一架 这之后 阿权找到老罗 并要求他跟阿兰断了联系 还说自己可以不再追究之前的事 可老罗却表现得十分手难为 看到仗不太一 阿权又找到了阿兰 希望阿兰能主动退出 不再打扰他们 夫妻二人的生活 就在二人准备大打出手时 火鸡小胖及时出手 二人这才没有打起来 阿兰还对阿权放狠话 说早晚有一天要亲手杀了他 第二天早上 阿权来到烧拉电准备营业 这时阿兰带着小美出现 借着要跟阿权道歉的借口 应将阿权带回了家 可这时的阿权丝毫不理会阿兰 还对他进行言语容骂 更是对小美恶语交加 此话一出 阿兰顿时气氛满分 直接撕破脸对阿权动起了手 连小美也加入了战斗 因为这次没有旁人劝阻 再加上人数上的优势 阿权直接被阿兰活活累死 小美亲眼目睹了一切的发生 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为了销毁尸体 阿兰又曾经老婆教会自己 做腊肉的方法 将阿权大卸八块 并在尸体上盗满了酒 结果因为火势太大 发生爆炸直接将阿兰的面部毁容 最后他将处理过的尸块 装在垃圾袋中 并丢在了荒野 交代完毕之后 警方还有几个疑问 还问到阿兰 为什么要假装阿权的秘密 去给老婆送信 可阿兰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这样做 并且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 还有什么撒忙意义 其次 两个女人的体情相差不大 仅凭阿兰是不可能将其杀害的 法医报告也显示 尸体的刀口都十分整齐 一个弱女子是做不成这样的事的 会不会老罗也参与了杀人 这个无从考证 还有一点 警方在寻找尸块的时候 只发现了手和脚 并没有找到其他部分 至于去了哪里 我们不得而知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原事案件 我是阿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